还要来关心政治消息 马英九总统到底会不会 接任国民党的党主席呢 人在贝里斯的他 再度四两拨千金 他说到6月14号 一定会给大家一个答案 今天也已经5月28号了 那时间已经很接近了 之前真的是留言纷纷 包括您的这个高层幕僚啊 也有人说是他们在放话啊 等等说他希望你回去 兼党主席但是你又考虑的不停 然后到现在都还没有做出决定 所以呢各方的说法都很多 可不可以干脆现在早点告诉我们 您的方向是什么 已经做出决定了吗 那如果真的要接任党主席的话 会不会造成自己打 自己曾经说过的话 就是说党政最后还是 联合在一起 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状况 6月14号的事情 到时候我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